你還好嗎? 你是抽筋是不是? 好像比上次痛 是抽筋是不是? 是抽筋是不是? 抽筋 等一下 不行 來不及 還要一下 545了 快點 徐君豪抽筋快要死了 844人了 907了 好 徐君豪 這個 不好意思 加班老師那個 怎麼了嗎? 帽子歪了 我們現在在直播 直播 直播嗎?直播 所以剛才被看到了 沒有 還好還好 不然我那個 兇狠的形象就毀於一旦 好 大家來歡迎我們的 國文CP 我們把今天整個團體年齡 拉高不少 好 我們一直負責這個角色 好那我們還是來不免俗套的 需要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就從 誰開始呢? 怎麼了? 怎麼了?由誰開始? 從誰開始? 你繼續 我們就從 我們就從唐一也先開始吧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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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 終於謝謝 哈囉我是 家葵就是裡面的刀疤文號 然後一路上就是 還被蠻多人罵的 你為什麼要打唐一 你為什麼要打你兒子 就一直被罵 所以那個 刀疤是假的 刀疤是假的啊 對對對 那個刀疤每次 上戲前都要 而且我們的 書狀很厲害 他每次的位置 他用尺還量過 長度寬度 跟深度都是要一模一樣 好的 會不會有好奇深度怎麼量 他就代表就是指甲吧 用我的擺圖就代表 用我的手量 用手量 用手量 好 大家好 我是吳承鴦 我是飾演堂毅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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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 導演 導演 導演上禮拜天覺得有髮髮的嗎 對啊 好 那我先移去下一位嗎 嗨 我是Jack 謝謝 OK 哈囉大家好我是邵飛 再給你一次機會 哈哈 我是清醒 我是套 好的 好的 喔 我今天就不露臉了啦 我是紅葉 等一下這邊有人頭七的是 沒有人啊 這邊沒有 你有看到 今天阿德沒來啊 你有看到 你看到 你看得到 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我們六個人吧 二四六七啊加我七個 喔對 七個啊 應該沒有人看到阿德吧 看到就要去看醫生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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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個 對著吹 可能 對 對啊 你們這邊是比較冷的 這個主別 對對對 但是演鬼演得真的蠻好的 哈哈哈哈 演鬼演得真的蠻好的 哈哈哈哈 對 他一直在吃貢餅 對我在吃我的貢餅 喔所以你們真的有看到阿德 我們這集就真的不跟他聊天 我們這集就真的不跟他聊天 你們聊天的 我喝的蠻開心的 對 那給大家看一下阿德在吃什麼 他就在吃蛋糕 他就在吃蛋糕 非常非常快樂 好不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嘉賓一起來參加我們的直播 先歡迎我們的博文CP 還是要還是要來聊聊 好 對 什麼 主持人 我們第一次來 我真的 這個戲後來 因為開始播很多網路用語 我真的是長知識 而且你都不知道 你以前知道CP是什麼嗎 嗯 知道 最近最近 我還有人是說 這部戲CP值得很高 我一直以為是性價比的意思 我以為是性價比 就是CP值啊 對 就是CP值 後來發現 原來是Couple的意思 嘿嘿嘿 這個也是我學到的 就是 想提這個事情 會滿 然後最後 他以為我還是沒有搞清楚 到底開車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 呃 開車就是說 阿德來了 大家怎麼聽到阿德講話 不是我今天晚上可以 對 回魂 開車就是說 他們是說 假設 有比較激情 或是說黃色的東西 那為什麼是車 就是老司機啊 上車囉 就是老司機會開車到你 帶你到一些 特別的地方 所以接到交融工就不行了 哈哈 不能說 划船搭捷運 對啊 對阿 查理都可以花枝什麼鬼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新的 對啊 以後我們交融工就會改別了 以後這個戲如果機前 就改成搭捷運 哈哈 開捷運 好 我們一問問完 沒事沒事沒事 你在拍前傳的時候變搭捷運 對 我們前傳應該還沒有捷運 哈哈 那是小火車開到淡水 牛車 牛車 好 喔對 佳克老師還沒吃飯 要不要 用一用 這戲不是做他的貢品 沒有沒有沒有 你是不是先花出果 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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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芭樂 好啦我們還是要認真一下嘛 雖然我們每個禮拜都很不正經 可是因為今天很難得請到這個 文浩跟唐爺 陳文浩跟唐爺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請他們兩位 分享一下這個劇中的演出啊 這個經驗啊 還有跟我們這些不成才的晚輩們演戲 是不是吃盡了苦頭 然後會想殺人 或是會想殺我們哪一個人 都可以在今天這種場面來告白 然後我們那個人就會死 今天講餅子賣很多 你們講餅子好多 講餅子好多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沒有你吃在那些 講餅不能怪他 講餅要怪他 講餅要怪他 好的 你這樣會便秘耶 會嗎我以為我打到紫毛 沒有 沒有老師你也可以吃這個 你為什麼要通常來 老師可以吃鳳梨 而且你剛剛是講餅來 有關是講餅來 我們會給鬼吃望來 不會不太急 OK的啦 OK的啦 欸 好的可以進入正題了 他提不到問了沒有人要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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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不是一個大方向嗎 那就是 就是覺得 因為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聊過說 來演這齣戲啊 然後是什麼樣的 就為什麼會來是不是 因為他有捐錢 這是真的不能亂開來的 這個以後來導演沒有講過 我還沒講耶 沒有我還沒講 就真的是保留到你 對 就跟你來講 等你來講了 那我先講我的原因 然後你再講你的原因 好 我會來演這出戲的原因 就是我的背 背 背 等一下 OK 就是在去年金鐘獎的時候 剛好 導演坐在我背後那一排 那 整個晚上 因為我們 因為我沒有得獎 我就有入圍 所以我就沒有機會走上台 我就一直坐在我的位置上 跟另外一個導演 都一樣在睡著 就講這些壞話 然後結果第二天 就接到經紀人跟我說 清榮導演 指定要我來演成王浩這個角色 就是因為他坐在頒獎的演藝上 看了我的背影 看了一整晚 他覺得是一個故事的背影 而且他說 他是在回家洗澡的時候想著 我就不知道我的 他可能有一些過程沒有 沒有公開 洗澡的時候想著我的背 可能有一些他特別的癖好的 那所以就這個原因 後來我當然看了劇本 我也覺得 因為我很喜歡演反派 那我不是要演壞 因為我覺得 演到反派都有機會幫反派說壞 因為沒有人天生下來 就要當壞人 一定就是他的生命 到這個地方出了一些差錯 所以我當然也很開心可以演這個 沈蔡光浩這個角色 而且我也知道 找我的時候 還不知道唐國棟是誰 所以我後來就看起來 就知道 蛤 國棟那麼大一隻喔 就是我的部分 OK 我其實就是有人找我就來了 是背影還是小腿 還是囤積的部分 後腦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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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其實不知道整個過程是什麼 反正我就是收到 收到 之前的通知說 誒等等再來 找我演這個 唐國棟這個角色 然後就來 可是我後面有聽說過一些 一些事情 比方說曾經問過 問過別人 問過某某人 某某人之類的 那 我其實很開心可以演這個角色 因為 我太容易被 我太容易被Cast的演 比如說好爸爸 雖然這個戲還是 還是 還是 還是好爸爸 還是好爸爸 可是他基本上有一個 黑到老大的背景 而且有 是不太 而且我們有打戲 在這個年紀還在拍打戲 我真是非常開心 所以我就很樂意的 就 就來接了這個 當然 當然 也很想跟青龍大雅合作 就來接這個 而且我跟明宇其實認識很久 我們認識非常非常久 但其實沒有真的 我們 沒有在同一個劇組 可是沒有 沒有真的對到戲過 對對對 這個是第一步 這一次也是 應該差不多十年的時間有了吧 認識的時間 我回台灣有沒有 其實不只 你出國前 我們在高雄吃過一次 牛肉骨 我跟你吃過牛肉骨 哇 哇 沒有什麼 在講鼓了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點吃牛肉骨 定桌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 定桌 就三個人 對對對 這個我真的忘記 我也是 我也是有 到某一天 最近幾年 某一天 突然覺得 欸 那人是你 對 來想起來 好 所以這個戲就是讓我們的 然後那個牛肉骨的緣分 又大進來 睽違十多年之後 嗯 培養了難得 而且我們是同一個 同一所學校 我們大學是同一個大學 對 那是北藝 那是我研究所才唸 我大學也是 但講 我大學也是 不就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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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唸很奇怪的戲啊 他唸很奇怪的戲啊 他唸很奇怪的戲 我就是跟北愛 veces相關老師唸大民戲 他是企業管理戲 噢 對 正好跟老唐每個人 噢 企業管理 企業化的表白 盡大摩若坑小聲 讚讚讚讚 明明哥真的以為我是台大中文系 所以美語哥也算是轉行咧 算轉行啊 可是我研究所唸的是聲樂 噢 也是比較 對因為非常多人在說那個 唐爺的聲音好好聽 好好聽 好好聽 好謝謝 對對對 應該要唱的 什麼字什麼 國 那句什麼 是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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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是走聲樂派的 那想問一下 兩位歌 在戲中有什麼特別 印象深刻的 戲嗎 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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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剛剛那一刻 就全部都看到 想說到底講了什麼 大家很好笑 好啦 我自己拍的時候 就很喜歡 監獄的戲 嗯 因為我還記得 在我唸 北一大的時候 有被關過 有被關心過 平安老師就曾經說 我反正有一個苦 很適合演到 亡命之徒 嗯 然後我覺得監獄的戲 因為短短你跟你的朋友會面 就那幾分鐘好像很日常的對白 可是其實你所有的苦跟埋怨都在那個時候 要表達出來 所以我是蠻喜歡那個戲 然後剛好那一場戲 安排又是坦國洞 又是理爭 嗯 所以他就讓你沒有辦法 可以理性思考 嗯 那他又想要弄清楚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一場戲是演得還蠻過的 嗯 而且我們的靈演很配合 因為那一天 上銬啊 我是真的拉了怪力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有有有有有 好像有看到 就連我們有一顆只是 緊的鏡頭嘛 就是這樣子就出鏡 嗯 可是他還要1比1的包拖到我們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可以看到他就是很用力 那他也很投入啦 所以那一場戲 拍得還蠻 蠻過癮的 嗯 好謝謝 賈克老師 嗯 我其實剛剛有講 就是說 我其實是 自己家是一個很愛 運動的人 我也從小就是 打籃球 打羽毛球 我一直長大 所以其實我一直很希望 可以有機會 打戲 所以其實 拍那個 也是因為我們第一場戲 在巷子裡頭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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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我第一場戲 然後 然後真的衝出去打 對 那場戲 我覺得還蠻有趣 我終於拍 正如在影像的表演上 拍到打戲這件事情 嗯 所以謝謝導演 我要謝謝他們 對啊 那也要請導演講一下 說 可以跟 嗯 兩個月 對 那個 嘉蕙老師說的是真的 我真的就是金鐘獎 出在他的背後 因為他 因為 我要看舞台的話 我要看右前方 他剛好就做了我宴 右前方 然後 其實在那個當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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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想太多也沒什麼感覺 真的是回家之後 那天晚上 腦袋閃過很多 當天晚上典禮裡頭的 很多很多的畫面 其中一個就是他 然後他閃閃 要閃過的時候 突然停留了幾秒鐘 然後 然後 右邊的背 左邊的背 我也 我也不太注格 就 反正就突然閃過 然後就 就 就覺得應該是 是 就他 他那個人的氣質 跟味道 讓我覺得非常適合 那個 都很好 所以就 就請 製片 隔天幫我聯絡 我還說 如果那個 嘉蕙老師就是有疑慮 或者是 不太知道我要幹嘛的話 你就把昨天晚上的故事跟他說 用這個來誘惑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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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很開心 他就是後來有 有答應 而且就是 嗯 因為我們這個戲的 後半段走向 其實陳文浩是一個 很重要的 關鍵性的 一個人物 所有的 愛恨情仇 包括 唐藝的 身世 跟他未來的所有的一切 其實都跟 陳文浩這個角色 扣在一起 所以就是 很謝謝嘉蕙老師能夠 願意來跟這些小朋友一起 來 來 對 然後 明宇哥是 因為他們兩個有回憶性 然後 然後 因為嘉蕙老師的那個氣場 很 很 很強大 泰姐 我要吃銀劍的工 對 哈哈哈哈 就是他 嘉蕙老師的那個 他人 就是 就是 表演的能量啊 各方面都還蠻強大的 所以 然後 然後回憶性裡頭 唐國棟其實是他的老大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就是 那班齁 不能輸 輸給陳文浩的 所以其實我們 對 要震得住 就是你光站在那裡 你就會覺得他是老大 他是老二 就是 就是 就不假冒的情況 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剛才在那裡 有車 開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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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懂 因為他也會老司機啊 沒有 所以你會說我是 很活動的老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想像現在應該是 比較 荡然無蠢 我沒有 可能就在破壞道 好 那件事情我們可以放在心裡 哈哈哈哈 哈哈 反正總是就是要找一個 那個 站起來能夠旗鼓相當 看起來是 是大哥的 的一個一個人 對 而且這心裡頭就是 就陳文浩浩就是 在年輕的時候 他們的小屬上 這一對好兄弟就是 一個就是 真的就是有那個氣勢 然後有那個氣質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 自卑一點 然後 欸笑屁啊 你當鬼還笑 當鬼還笑 當鬼你們沒有看到我 我可以笑 對不起 對不起 對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 找了一些資料 然後看到一些人就覺得 明語歌很適合 嗯 對然後就 我還記得跟明語歌聊的時候 他也是說 我覺得有打戲我一定要接 哈哈哈哈 那當然好啊 就馬上就談成了 對啊 所以很謝謝他們 因為他們是戲頭很重要的 的 屬於上一代長輩的故事 而且他們的戲 其實我覺得真的 我個人真的覺得很驚慘 他們兩個在現場 只要是他們兩個人的戲在現場 完全就是迷死 迷倒我們現場所有女性工作人員 一層 對就是 大家都覺得他們兩個好帥 帥呆了 真的帥 對啊 那男性工作人員 有跟上了 有跟上了 我們有私下有沒有 就是中年男子 就是 有個長處就是 嘴泡很厲害 哈哈哈哈 吹你去吹而已 哈哈哈哈 其實可以問問他們跟那個 嗯 跟兩位老師對戲的感覺啊 還有比如說有沒有得到一些啟發 或引導啦 然後沒有沒有沒有跟 沒有跟老師對過戲的人啊 也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表達一下 有多渴望可以跟老師對戲 或者有多羨慕 對啊對啊對啊 我覺得他們應該有很多 可以想要分享的吧 那我們就先從唐藝開始 我就是 剛才講說有哪一場印象深刻的戲 我覺得太多了 就是很多場 我先講說我真的 我很高興 就是剛好這兩個角色是 就是兩位老師這樣 因為 因為唐藝有很多地方 他 就像我們有時候拍戲啊 突然 我跟老唐的戲啊 要在我們沒有接觸到 時間到我們這片場就碰到 但是立刻就要讓大家感覺到 有沒有這麼深厚的情感 那就我覺得 就是 就是如果今天是換別人 我不知道能不能 但是今天正好是 就是明明老師 他有一種很溫暖的氣息 所以在當下的時候 我立刻可以感覺到 就是這個人 就是真的照顧我很多年 他是我 唐藝這個角色 他的一個救贖 對 所以 就是我一開始 第一次 見到明明老師的時候 那時候 就是有很強烈的感覺 所以說 我覺得在 我們在 對戲的過程啊 包括什麼 我覺得 包括網友反應都很好 甚至大家覺得 我們是另外一個CP 大唐小唐 老唐小唐CP 我是一個人盡可福的人 我叫這個圈套 你說 完全是被配了三個CP 對 就是因為 明明老師真的很溫暖 他有一種 不一樣的 感覺 這樣子 所以說可以再 讓我 就是我們把這幾段戲 拍得特別有 感覺 甚至那個情感濃厚到 讓人家誤會 然後另外就是 佳格老師 因為他之前我上一部戲 他就是我的 班 大三個女生 然後這部 又跟佳格老師遇到 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壓力很大 因為 因為你突然 要跟一個 你非常非常尊敬的前輩 而且你沒有 我自己覺得 我還沒有走到那個階段 的時候 就突然碰到佳格老師 就是 完完全全 一開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我招架不住這樣 但是後來也是 就是佳格老師 就是 非常非常專業 所以說 我在跟他對戲的時候 他的 嗯 這也是很 這個理論就很像老司機一樣 就是 他很 很熟練 所以說你就是跟著他的節奏 你就會被帶上去 被帶出那種 那個戲 應該要出現的 氛圍 對 所以我 首先是先 很感謝他們 你們吃一下 最後都睡掉 謝謝 有人問說八掌是打真的嗎 打真的 被打了幾下 嗯 沒有算 因為每次 因為這可能沒有拍很多一次還好 兩三次 沒有 至少五次 你記恨 記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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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個 都拍很多次 但因為 老師 這方面也是 因為我一開始 我以為會這樣 啵這樣子 大力的下去 這樣子 結果後來 看起來很大力 但其實不大力 對 因為我是看播出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 看起來是蠻有力的 可是我當下的時候 我是感覺就是摸一下 這樣子 我心裡想說 嗯 這樣子OK嗎 就是大家看到的時候是 有那種 就是 那種衝勁的感覺 對 然後果然就是 這樣還是 他完全 就是 老師完全知道 這方面的 任何 一點點 好 不要提醒我 因為這個 我只要也想回答這一題 因為 好像蠻多人看不懂 為什麼我要打你 那我自己 那些設定 喔那 加貴老師 可以現在 對阿 蠻多人說 為什麼 我知道他是我兒子 時候要打他 我覺得很 大家都有自己的爸爸媽媽 媽媽媽 往往 長輩 往往很多時候 是下個台階 那有時候 關心你的方式 就是打你 罵 尤其當 陳文浩 以為這麼多年來 他唯一賴以生存 就是要復仇這件事情 打到之後 他就給解脫 可是 卻發現 他再怎麼樣的解脫不了 然後 一個活生日的兒子 站在他面前 其實就是對他的 怪罪 我一個人長在這邊 你從來不知道我的存在 你從來沒有見過 當父親的責任 所以 那個發展其實是 對他 跟對自己的羞愧 那是一種 我解決不了 一下子 突然間告訴我 過去的二十幾年 恨的事情 相信的復仇都是錯的 所以當下 然後 你又是我兒子 然後 你不但不理解 你還要在現在 還要在指責我 我覺得那種羞愧 應該是 滿可以想像自己的父母 遇到這種狀況 會這樣子 嗯 而且剛好那一段的時候 我覺得我講的那些話 讓你打這八點 我覺得是很合理 就是我講說實際上 你根本 你不是我父母 你根本就不是我爸爸 這樣子 當突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發生這件事情 是很合理的 不然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去跟你爸媽去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這屬於 呃 唐公公公公的成功號 那個 那個年紀的人的 夜角思維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喔 真的真的喔 OK 好 那我就先去下一組 好 我會想到什麼 不錯啊 好 這邊 哈囉 妹妹來了 哈囉 嘿妹妹跟大家先打招呼吧 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 上個禮拜沒有見 我今天也是因為工作 所以遲到 不好意思啊各位 好 那我們也來 欸 可是你們兩位沒有跟 有啊 妹妹有 對對對 妹妹有 可以先分享 分享 跟佳葵老師對戲 對對對 我覺得跟佳葵老師對戲 就是 基本上 就是很放心的 被佳葵老師帶著走 就是那個 你是不是超喜答案 哈哈哈哈 沒有我剛剛沒有聽到那個 那些話 喔你沒有聽到就是 你那時候還沒來 對那時候還沒來 但是就是 被佳葵老師帶著走 那個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動作就是 就是 就佳葵老師會給你一個東西 然後你就會自然而然的給他 可能我自己給他 但是我覺得我可能給 自己看完我覺得 我給的還不夠 但是也蠻可惜的 但是跟佳葵老師對戲 可以學到超多東西的 就那個節奏感 偷唱表演課的感覺 對啊 而且佳葵老師就是 很慢的一個動作 你都覺得他那個 那個動作是 很有節奏感 然後到你那邊 你就會覺得 該講你那句話 到你那句話 你講出來就是對 滿好的 那感覺很奇妙 很好 謝謝佳葵哥 就是 就是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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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就是佳葵哥 有這個 你為什麼聽起來真的很怪 對啊 很怪 尤其是他身上特別怪 因為他前面一開始做的事情的時候 對 所以佳葵哥是今天的老司機 對 老師 老師機 對 好 那廷宣沒有 沒有 沒有 那會不會很希望可以有機會可以 現場來一段 對現場來一段 沒關係 對對對 好 那君浩勒 我的還不能彈 對 對 不能彈 對 後面就會看到了 對 大家看下去 好的 下禮拜播完就這裡 阿德也沒有 沒有對不對 對 OK 後面也不會有 我們有在屯幕拍案 你怎麼沒出現 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好像 對對對 對對對 還沒有回門 好的 來 那我回到一下我的座位 欸 欸 我跟你也沒有算對到 對不對 對就是我被綁架那一場 就看你在那邊 阿阿阿阿這樣 對對對 後來就給了我的靈感 因為你叫什麼真的太吵了 我就跟攝影師說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怎麼先拍我這邊 對對對 先拍你們的別人 但是你叫才是太齊 嗯嗯 所以你現在是說 可不可以補拍我這邊 所以我才加那個 噓噓噓噓 對對對 你有跟我說 其實我那時候也是蠻想 就是趕快鬆綁 然後衝下去給你對一段戲 哈哈哈哈 可是好像 好像找不太到這個動機 我就沒有下去了 就叫到暈倒 然後滾下來 然後就滾到你腳邊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會不會滾太遠 還是 你聽不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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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很想要就是 你是真的聽不懂 所以你滾下來的時候 還把上臂撞開 對 我就說因為我在那天 在那個綁架那一場 然後我是跟嘉葵哥就是擦肩而過 因為我就在旁邊這樣 嗯嗯 快走 然後就是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跟那個 沈溫浩對到戲 我就想說 那時候我也是 想說我要運用一下我這個 演戲的技巧 想問我什麼動機 可以走到那個 沈溫浩旁邊 可是好像沒有 所以他一直尖叫的目的 是希望能夠 對對對 叫什麼叫做 其實他一直在叫你名字 幫你 放開我 他其實叫做 哦 對對對 所以大家都誤會了 對 大家都誤會了 對對對 所以他叫唐力趕快走 是不要破壞他的好事 哈哈哈哈 好 對 那今天 是有一些 問題啦 有人一直問說 陳文浩跟唐國動 是否喜歡自己的媳婦 也不算是真的媳婦啦 就是 本人嗎 本人 哈哈哈哈 我突然覺得要這麼正 你知道為什麼 對 感覺是個提醒的場合 對對對 大家往後看就知道了 導演是有在看大家的問題 導演 其實我想要 你聊聊兩次那個茶館的那個表演 哦 你有覺得兩場進度很大 那我們現在可以兩場是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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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講到這個 就是 那時候怎樣 不是 我們就說 兩場去分兩次拍 不是嗎 對 那我們就跟我們第二場拍了第二次 沒有沒有 那個反正就是 他們在講秘密 我們就先把特選給他 好 為什麼我們其實很想說 當你還是初期 還比較深色的時候 對戲的感覺 跟後來比較成熟 而且其實 加成哥也寫了很多不同的 協助你的方法 對啊 我覺得看你來看你去 可以沒有 我很願意分享 我很怕大家國外就是大家對 你們都在講直播裡面 你們在不講 我就已經沒有 好了 瞧瞧 好了 謝謝 就是 其實我的手下場很少 大概第二天 開拍了第二天的時候 我就是已經 就是拿到那個劇本資料拍跟 那個 教育哥在那個茶館的戲 那個已經是很後面的戲 然後那時候 剛進去 然後加上 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講 就是跟教育哥對戲的時候 我一種 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一種莫名的壓力很大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進去 進我去 我非常 我都處在一個非常害怕的狀態 然後到後來的時候 終於一段時間 那時候也就是 經過後來中間 那時候去伊朗啊 拍了一段時間 後來再回來再跟你講歌的時候 但是過程中 我一直不斷的 每天我腦筋都在想說 那個時候問題到底是什麼 如果下次我再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應該要怎麼樣的狀況去面對 面對這樣的戲 我如何可以在這種時候 我可以達到一樣能量 這麼強大的去對到那個這樣的歌這樣子 然後後來也慢慢找到一些方法 就是 首先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我就盡量開始不跟大家講話 我就讓自己全力的沉浸在那個裡面這樣 我不跟任何人 就是我頂多就是頂頭打招呼這樣子 我讓 我在上場的時候 我能夠讓自己提到一樣的力道的時候 再來跟佳可哥對 這樣 然後 我就覺得說 這段時間也是 讓我自己進步了很多 才開始慢慢覺得 跟佳可哥開始對戲的感覺 不然之前一直覺得 我自己在活在我自己的世界 然後我自己好像一個 有一個玻璃罩住我 然後 講不出話 好神奇喔 我講的太奇怪了 不會不會啊 因為從上一出電影當表演師到 然後他上課 我真的覺得他進步很多 進步很多 而且 我覺得蠻難得的是 就是 以他的年紀 這個年紀的小孩 我覺得他態度非常好 不是說那個有點不好的態度 所以對表演這件事的態度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才是會走的長久的 很重要的因素 哇 這是這麼高的一個 那個 讚賞 耶 羨慕 像我們 像我們就沒有 對到太多了 可是我在那邊叫很久 我那個毛巾 我那個 他用聲音在叫 我那個毛巾 你確定不知道嗎 我那個毛巾 你確定不知道嗎 我那個毛巾都很濕耶 真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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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機會 我們聊的話 多一點的筆跡 好期待 好期待 對 假如佳奎哥 因為我那樣在旁邊叫 就是說 一真也是太對 我就會覺得說佳奎哥一定是 這個騙 所以如果這樣講話 他就私底下想要約你幹嘛 我也是招架不住了 哈哈哈哈 開車了 開車了 我覺得那個發生位置 可能我們需要私底下 喔 哈哈 欸我發現真的 老師 要開車了 老師要開車了 欸我真的 我發現好像只要有 大咖的人物來 我就完全就是無用武之地 又要臉紅了 我真的無用武之地 我就是個廢物 對 好 剛剛有一個粉絲有問 想問兩位大哥 就是說 要演這種那個 黑道啊 就是不是正派的人士 要如何去揣摩這樣子的角色 嗯 我覺得不用太揣摩啊 就是沒有一個人是 絕對的好或壞 或是絕對的善或惡 就是在這個人身上 他永遠都會有 呃 好的一面 善的一面 善良的一面 跟可怕的一面 嗯 那只是說 對我來說 我把黑道當成是一個職業 是一個職業 我只要說 今天我是做這個行業的人 但是做這個行業的人 會有一個 會有什麼樣的習性 會有什麼樣的方式 我就照著那個做就好 對啊 我倒不覺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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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的意思嘛 就是 職業它不會是 一只一根角色 但是你可能要去想像一下 黑道也算是一個 我覺得生活是蠻小圈圈的一種企業 嗯 因為你每天 很封閉啊 面對的人都這些 所以他們必然長久 有來會養成某一種 價值觀或說話的方式 那這個可能是 要去想像的部分 然後 因為剛好跟 唐國東配 那他就是 你知道 私底下就是聲樂家 就是要走細緻路線 然後再加上台詞裡面的暗示 所以我就 猜測自己是那個 比較莽撞的 那 比較不用大理的 所以才會有這個 有序列的一個對比 主要還是看角色啦 我倒覺得 什麼樣的背景 我都覺得 還好 對啊 然後因為這兩個 就是 超級高 所以 你寫的我真的 好像就是 就是什麼 殘廢一樣 但就是 我就是 一般身高 沒有到殘廢這樣 你有 你知道我們拍第一場 那個 巷弄以後 我有特別 非常非常不利嗎 我有做超 你要 你以後這一刻 還修辱 對 幹什麼 你都提了 我一定要收一下 沒有 沒有 這個 停軒跟你有一樣的 就是困擾 因為像很多粉絲見到停軒說 欸 原來你長這麼高 對 他說 停軒怎麼長那麼高 他說 因為你在裡面 都看起來 就是小小一坨 一坨 一坨 不過行天網真的 你真的是一般身高 其他都超級高 對 對 去說 去碰到小堂藝人 去碰到小藍 我發現 抱怡是那個 是那個 是那個 他跟他跟我一樣高 我跟他走出來 我就說 我什麼行天網都這麼高 也是casting的問題 按照身高去分配 但是因為你就是 因為你是 國度本來也有視頻升高嗎 沒有啦 沒有 就剛好嗎 對啦 就剛好 那就是你自己有毛病啦 以後可不可以每集都請佳輝哥跟女老師 因為我知道他想想什麼 我覺得 他會說 導演是先定我的角色的 你 所以可不可以以後 根本還不說其實 之前 國度有找到 有另外一個人選 那個人是我們兩個好朋友 對 另外一個人選 跟他差不多比大 我也蠻熟的 他就是 不用更小致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可能我們在一起 會真的有那種 兄弟的感覺 可能我們跟他在一起 就不會有國文CP的 幻想 就覺得真的是好兄弟 就覺得真的是好兄弟 可是你知道我第一次 跟大家見面的時候聊 我有特別問達人說 唐龍需要做 因為我們 就是分類上是BL 需要做這個相關方面的詮釋 當然其實跟我說不用 可是我們拍第一場戲的時候 你不是為了要交代那個拔嗎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位置是那樣 要怎麼摸那個拔 我覺得真的是太刁了 好像只能這樣摸 於是我就把那個東西放進去 然後去建議探子 探子 探子要做探板 去建議探子肩的時候 看我的肩 我其實也 也把那個都放了一點點眼神進去 對啊 可是這個東西我覺得 嗯 可是他就接在 就在中間 然後他就是兄弟型也可以是 對啊 我覺得不用特別把它放在BL的劇中 因為有感情 然後沒有辦法分得這麼細 比如說兄弟型就是你怎麼樣 其實這個人與人之間 相處一定會有很多的感覺 嗯 而且以劇中人物設定的唐國動跟陳華的年紀 那個年紀的人 他就算是 也不太會說得很清楚 阿陳華當然不是啦 應該會搞不清楚吧 嗯 陳華其實不是嘛 就只會覺得我每天都有兒子 好開心跟哥們混在一起這樣子 就見到他就會開心 那唐國動就是 我自己設定他有一種 有一點肩膀 比方說因為我們還有看天台的戲 嗯 因為我給他的 給他的台詞是 有一天你會遇到一個人 那個人會這樣子 讓他知道平凡過了這種感覺 就特別沒有強調 呃 男人還是女人 對啊我想說 讓唐國動身上 放一點點這樣的東西 嗯 會比較 嗯 有人問那個唐爺現實生活中 真的會煮飯嗎 哦 我超愛煮飯 我其實我曾經一度想要 我曾經一度想要當廚師 哦 對我家 在我爸過世之後 我家年一半都做過 哦 嗯 然後我最多曾經 跟一個朋友做過 做過 三十人份子春酒 哇 哇 厲害 我是真的很愛臭菜的人 嗯 中西都OK 可以開家店 店裡就要寫電話 哈哈 哈哈 那是在新天公司 哈哈 然後那些要你寫電話那個 就是 就是 那個 想到這個我就一定要講 我剛剛不是講 我說我第一天的時候 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但是 因為那個賈克老師就是這樣 大家剛才也看到 就是 教育老師非常愛開玩笑 然後那時候 教育老師就現場在講 欸這個行天猛 然後一直講行天公 哈哈 然後這個紅葉 所以講紅葉蛋糕 我一直進去 我還要笑 我還要笑 就是為了幫你消除緊張 對 OK 好 對了 那個 我記得 這個 唐毅 有要為我們解釋一件事情 對對對 就是因為 阿爾 我先講一下啦 因為今天主要是 我們邀請到了兩位這個 劇中的重量級演員 來 那個 擺盲之中 抽空參加我們的直播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把大部分的時間 先放在我們兩位這個嘉賓的身上 對 所以我們就沒有先太回答前面的問題 然後到後面我們就請這個唐毅來幫我們 補充說明一下 他想補充說明的事情這樣子 簡單說明一下 因為就是有很多網友就是 大家對於我們之前在宣傳的時候有講說 激情床戲這件事情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反彈這樣子 有一些聲音這樣 那我覺得這邊也是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時候的用詞潛姿 有點比較太過 比較太過往這個方向去 所以說大家很會覺得說我們這樣子講 就是會這樣 阿因為我自己 就我自己而言 就是我們的定義上 我們會覺得說 那一段其實就是一個很激烈的激情戲 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用詞上可能直接把它講成 因為很多人訪問的時候會直接問說 欸你們床戲怎樣 所以我們直接用了這個詞去講下去 那我覺得可能會讓有些部分的人 會覺得說 欸這個不算床戲阿 但是就是 對於這方面的誤解 可能會讓人家有點產生一些誤會 跟大家先說聲抱歉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講就是說 其實這一段本來就沒有 本來就沒有這一段床戲 就是這一段是讓大家誤會 所以說大家不要去就是說 就是說好比說跑到例如導演那邊去講 或是說邊去那邊去講就是說 阿你怎麼把這一段剪掉 實際上這算是一種誤會 就是我們當時在講的時候是一種誤會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也必須要講就是說 這一段其實他也不應該要把這一段呈現出來 因為其實那樣子的畫面已經讓大家知道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而且在那樣子的情緒底下 其實也不應該發生闖息的事情 會有一點很 你說什麼 有點模糊的感覺 因為我剛才其實覺得蠻 其實我覺得有成績真的會模糊掉 對 其實還蠻感人的耶 報告中之後然後接下來隔一個場 到最後就是他們已經安靜了在那邊 然後 然後唐逸的情緒然後稍微陪伴 然後他知道這整個過程當中 因為他的關係 然後稍微還在旁邊陪伴他 所以他最後為了他的手跟他說對不起 其實那就是一種屬於唐逸的愛 那我覺得這個本來這裡本來 劇本上本來就沒有床氣 而且就算有位置的 他的情緒的轉好會很奇怪 其實不應該在那個地方 會有什麼床氣被打斷 對於什麼關係的結構其實會蠻奇怪的 所以反正在這邊就是你告訴大家的時候 其實本來就沒有 所以這不是大一個問題或其他的問題 這可能是我們真的在宣傳上 有長的語言稍微比較太接近了 所以說下一次可能我們之後 在未來的宣傳上 宣傳 宣傳 因為有時候 宣傳上會注意別用傳 對 因為有時候宣傳 他們有時候會被要求要做一些效果 或者是有時候記者或者是什麼 他們在他們表達之後 他可能會希望吸引或者什麼 有時候會稍微加上一些語氣 或者是下標的方法 但是有時候不代表我們 因為劇本他有一個原來的結構跟東西 其實他本來就是這樣 有時候不能說全部 但或許有時候在表達上 可能他們會希望就是 給大家多一點期待或甜頭啊 所以就會說的比較多 或比較過癮這樣子 然後可能就會產生這種誤差 對 但是其實我們戲 其實都是照著原來的劇本結構在走 其實並沒有拍了什麼東西 把它刪掉這種事情 宣傳的戲一定會留著 怎麼可能會 怎麼可能會拍 花力氣把它拍完然後再把它刪掉 因為拍一場戲 大概就要花掉半天的時間 尤其是床戲這種戲可能 床戲這麼需要情緒跟狀態的戲 我們怎麼可能花力氣把它拍 然後說把它剪掉 這個也不太可能 對 然後有人 我是看有人說 為什麼今天只有十幾分鐘 我覺得這個因為已經被問很多禮拜 所以我覺得也要講一下 就是它這個戲呢 在播出平台他們的規格就是 一個禮拜兩集嘛 但是它的總長度就是兩集 加起來是四十 比如說四十五分鐘好了 約瑞就是四十五分鐘 四十七分鐘左右 所以它是用這個長度以後去拆成兩集 所以如果第一集播很長 第二集就會播短一點 第一集播一半 第二集就會播一半 第一集如果播很短 第二集就會播很長 它是一個禮拜為規格 然後去拆成兩集 那有時候會多一點 有時候會少一點 其實他們拆的方法主要是在 我這一我今天播的時候 留在哪一個點 會給觀眾一個明天的期待 對 那但是 但是你你認真去加總 你每一個禮拜看的那兩集 其實長度就大概都是那個樣子 所以並沒有為什麼今天只播十幾分鐘 因為昨天播了三十幾分鐘 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問我 它的平台的規格就是這樣 這也不是我規定的 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只是希望就是說大家能夠理解 因為 因為常常在這件事情的繞來繞去 其實有一點就是沒有沒有必要 對 因為真的沒有必要繞繞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平台播出的規格 對 OK 那因為很多粉絲都說不需要道歉啦 可是 就是 其實因為大家都很多這個相關問題 所以 陳陽才會覺得說 他可以來解釋一下這件事情 我想他不是真的覺得他 真的做錯了什麼很嚴重的事 可是他就是想要說 幫大家 知道了解說就是在宣傳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用語上 然後讓大家有了這樣子的誤會 所以 期待落空的時候 當然就會有一些情緒 然後他就是想要 跟大家說明一下這件事情 其實我一開始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一直內心 因為我內心其實我想的 就是覺得它是一個激情戲 所以我還特意的去把我以前的訪問翻出來 結果我發現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講到關鍵詞 有的有的沒有 但真的有講到 所以我想說好吧 那會造成這樣子的就是反彈 他也不是完全然的沒有原因這樣 所以說今天也是 我覺得也是必須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對 因為今天被問到最多 除了那個兩位老大的問題之外 最多就是關於昨天的床戲 就是激情戲 還有為什麼今天這一集只有17分鐘 那就是都解答了 對對對 大家如果 我們還剩最後一個禮拜 對對 下一個禮拜 就是這一個多禮拜的期間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我希望大家就是 現在的性質 我們看完最後的 然後如果你真的有問題呢 都把那個訊息跟那個 你不爽的 你可以寄到阿德這邊 燒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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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是 對我可以接受大家一切的那個聲音 對對對 我 德哥在天上會看著大家 德哥要捐貢品的可以接到這裡 對對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就是 不開心的都來找德哥 那另外一個世界比較閒就對了 對我比較閒 我可以處理大家的事情 大家的事情跟問題這樣子 所以 很Chill的感覺 很Chill 很Chill 絕對可以給大家一個解答 問題可以來這邊 所以現在變得有點像通靈少女的感覺 對對對 沒有啦 只要開玩笑 但是 主要是希望大家在看的時候 因為 畢竟主演們還有導演阿 其實他們都 這些日子來 其實壓力都很大 所以 很多時候 就比如說他們在宣傳 他們一路宣傳下來 其實真的都很累 真的在那樣連續的訪問當中 有時候 不管是自己講 無心說出來 或是說 被引導式的說出來 其實有時候 太累了 你真的會不小心 說了一些 欸 可能 比較模糊的字眼 或是說 可能當初不是那樣子 想表達的 那在那樣的狀態下 宣傳出去 造成大家可能一些 呃 一些 期待上的誤會 我覺得 就是 這是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 也希望大家不要把情緒給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夠累 導演也夠累了 然後主演們也夠累了 然後 所以 德哥現在最輕鬆 所以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 的 的 對 請燒到自得功 我們需要向有錢 我們也需要一些信眾啦 好不好 謝謝大家 好的 那今天 德大概的問題都 回答完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嘉賓身上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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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 是 當然 是 所以明宇哥是以為還會有人走進來 是不是 真的 對 一直看我走 真的 一根據我會說 怎麼沒有找 立正 哦 因為你們兩個不是要當CP 那就三批 啊 有開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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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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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在哪裡啊 沒有 沒有 其實他們都很想 他們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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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 你沒有 他們都不敢 你沒有 你問許就要敢不敢說 我當然不敢 你問你敢不敢三兵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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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不住 接不住 欸欸欸欸 很難接 好厲害喔 開玩笑 你當作我們是 手高 哈哈 你現在說起技術 對 而且我覺得 那個滿多周邊的商品 真的接下來 農曆可以出阿德的 阿德的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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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蠻可愛的 欸我從來沒有接過代言 所以如果有這方面的代言 我覺得可以 你也是 阿德的筊 阿德的筊 蠻可愛的 欸我覺得會紅 會紅 我也覺得會紅 我再切一下 呃 呃 指點迷津 指點迷津 這就是給你的表演筆記 太好了 記好 對 就前兩天那個 發了 就前天嘛 昨天 昨天發了那個 在我們群組裡面 然後發了今天的那個 主題叫做 博文CP之夜 然後全部的人 瞬間 留言 就說今天把直播當成一個表演客在上 然後博文 就是說 從今天晚上抱著那個 看我像的心情 要來參加今天晚上的活動 沒有啦 這個 我們今天來應該有點破壞大家想不想 他還好 他其實在那邊演 憂鬱氣 哈哈哈哈 沒有搭話 那其實 我配合你的氣質搭話 其實教育老師私底下就是這樣 就是很愛 很愛就是 工生球 很愛工生球 很愛三 就是我不太 就是我不太 就不喜歡端個樣子 就大家就是 所以你現在說我端個樣子 好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讀了 我讀了 我懂了 我做菜 做菜 所以今天就不用表演呈現了 我們都準備好了 我們都準備塗白了 真的嗎 不要準備塗白 我們來看一下 我馬路還不會洗手 我跳一下 哈哈哈哈 你這樣大家會不知道 亂解這一下為什麼 要不要洗手 對 別把我講不完 他為什麼不行 別的器官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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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心裡沒有在說話 喔 沒有在說話 天哪 我覺得 他覺得他會愛上你 怎麼辦 他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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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一起別戀了 其實我在 平常 教學生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 因為像你就很容易 像我剛剛那麽經典的教材 馬克白夫人 然後你一聊 其他就覺得 對為什麼他是手 為什麼不是洗 其他器官 不是洗耳垂 不是洗 哈哈哈哈 所以這樣我覺得 反而是可以讓他 反而不喜歡調書袋 我覺得很多的道理就是 越簡單 然後越是長 他其實就有很多道理 嗯嗯嗯 就是我的 所以假如去上 老師的表演課 是可以學得到 為什麼馬克白夫人 要洗手 而不是洗其他器官 你想知道的話 像沈開客可以 哈哈哈哈 那這邊是 客廳的報名專線 啊 客廳的報名專線 客廳會專線 我們去看一下 我真的有這個 臉書 臉書就叫客廳嗎 對 客廳 就是那個 就叫客廳嘛 嗯 像主席就一個 馬克白夫人洗手裝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也是洗手 沒有我可以接著拿 衝脫泡該送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天啊我快 快死了 這個應該是不教 你不然其他都教 OKOK 那咪要開啊 那咪要開這個 如果唱聲樂的 那周星馳講什麼 吹韓溪點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要打分級 對啊 這真的要死太好 未滿十八歲了 趕快去睡覺 今天就去睡覺 這樣子 對 未滿十八歲快去睡覺 我亂講話 對啊 其實佳國老師是非常專業的表演者 他的表演班就是非常專業的 大家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對啊 下個禮拜他們還有很精彩的戲 對啊 還有非常精彩的戲 真的很期待 對 好 有人提醒我們IG要告示 會啊 我先給那個便便跟那個提示講話 我們今天都還沒講到話 對呀 我們今天都還沒講到話 好好講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下個禮拜呢 就要完結片了 大家一定要繼續看下去 對 下個禮拜就是會我們精彩的戲分出來 有人問你的兒童怎麼了 我撞到廁所的門 沒有要問過 你講一下 我撞到廁所的門 就是凌晨起來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就這樣 然後要離開 手手不用手不用手 他唸唸還 對 他離開廁所的時候 然後門這樣開一半 然後就直接這樣 你這次是你上廁所的聲音嗎 不知道 我也是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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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孩子 他不是撞的 還要水口刷 然後 撞到 太可愛 有一個傷 好的 那 媳婦 媳婦 今天也是非常多人說你沒有講話 你是把你的這個時間 扣打都留給你 因為這個字幕就是櫃著開啊 你看江哥老師說話 你就是櫃著開 你剛還是在記筆記 對 回去就會記一下說 到底馬克白夫人為什麼洗的是手 不是其他氣殼 回去就馬上收拾那個差距 因為這樣失眠 因為這樣失眠 失眠 好 講完了 OK 那先他的 變 變 有啊 你都剛一起講的 謝謝大家 有什麼問題 衝著我來就好了 謝謝大家 因為你比較 chill 我現在chill chill 好 然後 然後 就是很謝謝 大家很喜歡就是我們 有對到戲的這些橋段 然後 大家好像 反饋這些橋段的時候都覺得很棒 這樣子 謝謝大家喜歡 然後最主要還是要感謝 兩位 老師 對 才能讓大家看到這麼棒的戲 怎麼了 謝謝大家 今天是本人第一次直播 謝謝你們參與 那之後還會打算繼續開直播嗎 所以大家繼續看 看導演 播21集的時候 對 對對對 好 1分53秒 這樣 對啊 因為平常我們這個年紀 比較沒有這個臉皮開直播 畢竟也是怕就是自尊稀儀受損 就萬一開了就有三個人在看 老師我會看 我也會看 老師我也會看 我也會看 我們三個啊 對 然後真的參與這個 因為其實拍那麼多戲 有些戲你可能拍完就是 不太想要再有一些後續的發展 或是跟組員聯絡 但這一組 我覺得大家感情很好 真是很開心的 然後最後再講就是 剛才說他進步很多 所以其實 那時候在定妝 我才知道他是演 唐一 我其實只有私訊給他說 哎呦要碰到 其實我是蠻開心的 嗯 欸你今天一直被稱讚 太開心了 等一下睡不著覺 好剩1分06秒 導演 很謝謝那個 很謝謝兩位哥 就是心目中的偶像 一起勒 最後這兩個禮拜的時候 來跟大家見面 就是 然後我們 我們後面的戲 包括下個禮拜戲 其實都一直會走到那個 很很重要的一些戲 跟情緒 跟表演的能量上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夠 多給多給他們一些鼓勵 多把他們表演的狀態感受一下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然後很謝謝兩位哥 在整個過程當中 帶領著小朋友們 就是在那個表演上 給他們很大的協助 然後帶領著他們 然後完成後面這幾個很難 其實真的很難 20秒 嗯 好 希望這個禮拜下個禮拜 大家 再去品嘗一下 然後 讓這個 讓這個戲有一個完美的結局 好 等一下 我說有人問說 那個我跟道義還會不會有戲 要繼續看下去才會知道 好 那我們就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下禮拜要收到 我記得了喔 欸那我 最高的 開心了吧